今次移民成為了香港人的熱門話題 究竟哪類人不適合移民呢? 手頭上的積蓄不夠五十萬 又可以移民去哪裡呢? 聽下以下專家的建議吧 你幾歲? 你的學歷是怎樣? 你的工作經驗是怎樣? 你有沒有做生意的經驗? 還有你的資產狀況? 綜合了這五樣東西來 我們再分析 再告訴你你有什麼選擇 九七之後到2014 幾乎香港的移民股運公司 只有幾家人數得出的 每天來我們問的人 都只有兩到三個 不是很多的 14到18年每個月 大概五六十個電話 現在我們一天都100個電話 還有現在你問移民的人 以前通常都是40歲到50歲之間 因為小朋友大 考慮讀書 現在是由18歲到80歲都問的 以前大家都是傳統的 加拿大、澳洲、新西蘭 或者加些英國 現在是地球有移民計劃的都有人問的 澳洲、加拿大就是叮噹碼頭 不是他第一就是他第二 接著就是新西蘭、英國 再數就是美國 依然是加拿大和澳洲 新西蘭因為計劃比較難了 所以已經跌出了頭五位 第三位應該是台灣 真的很多人去台灣 接著就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算不算移民 因為你拿不到護照 在我們行內就不覺得是移民 馬來西亞 你只能拿10年的居留證 但也很多人申請 其實現在有很多歐洲的計劃 但我們很難分國家 因為我們當歐盟一體化 所以歐洲和馬來西亞 是叮噹碼頭的 在第四、第五 加拿大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例如你肯去做企業 或者做一些比較基層的工作 其實你肯去做都有人會請你 我經常都鼓勵大家 上去工作銀行 你試試上去找公司 如果有人請你 他們的僱主會幫你辦工作簽證 如果你的學歷也好 你是單身人士 但錢又不是很多 那你應該試試用技術移民 只要努力考高些雅師 你就應該會有機會 又是一分錢都不用花 因為不用給那麼多人辦這些 如果你是IT人 你試試考慮去德國 因為德國是很缺乏IT人 從不懂得文 他都會有機會請你 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加拿大 為什麼呢? 教育會比較好 也會有人選擇澳洲 也會考慮教育的問題 因為英語是國家 我看你有沒有膽藥 需求什麼生活 有些人會選擇德國的退休移民 即是放50萬歐羅定期 然後買一間屋10萬元就完成了 他們都是希望回亞洲的文化 多數都會選台灣 東南亞還會多一些 泰國馬來西亞那些 也會有退休人士 退休你老了你的醫療保障 就要好計較 如果你只是居留權 有些國家是不包醫療的 退休長遠來計 你有護照就安全很多了 為什麼呢? 你有護照就是當地國民 你就可以享受它的福利 很多人都覺得去日本是很昂貴 成本很重 但其實500萬日圓就完成了 其實你可以不需要在東京大阪 這麼大的城市這麼貴去做 你可以選擇沖繩 它除了旅遊業之外 老人院或者語言學校 都是它很大的產業 而且它的成本會便宜很多 不過申請日本 大家要注意幾件事 第一 你第一次拿的簽證 只是一年有效期 那它會再審視你那一年 做成怎樣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日本人很怕投訴 他們希望你不是來做產 不是來騙它 第一年控制著你 沒有什麼古靈精怪的東西 沒有偷偷拐騙 其實它接下來就會延期長一點給你 嚴格上來說 去到第十年 它就會給你一個永住權利 意思就是你可以拿日本護照 或者申請入籍 不過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一定要改日文的名字 有時候去到第五年 你做得好的話 你貢獻夠的話 他可能會考慮給你一個永住權利 已經提早 無論怎樣也好 你的生意要經營一段時間 風險就是 你可以捱到這麼久 在日本生活真的跟其他地方不同 不懂日文的話 也挺難入籍的 如果我真的不需要拿護照 我只是拿一個長期居留簽證 其實我個人覺得 泰國真是一個好的選擇 給100萬匹買一個會籍 就是長期居留20年的會籍 我也去過泰國醫院幾次 它的設備很先進 服務非常之好 所有醫生的英文都非常流利 所以我真的不擔心泰國醫療 很多人都覺得台灣 我要投資600萬 我要花光600萬 其實真的不用 很多講座 我公開都說 其實你花十多萬 二十多萬 三十萬台幣 你一樣都可以有資格申請入籍 因為台灣政府的法例 其實沒有硬性規定 你一定要做到多少營業額 用完600萬台幣 或者請多少人 你不請就行了 我有些客人做網店 每年營業額 五六十萬台幣 他總共花了二三十萬台幣 去做網站 以及結構成本 這樣就入籍了 最重點就是 你要住在台灣一年 一年之後你就有護照了 其實阿魯阿圖 很多澳洲和新西蘭的人 移民到那裡退休之後 是在那裡住的 因為其實阿魯阿圖 是一個生活很便宜的地方 那個國家的移民 其實是一個人頭 10萬元左右 你拿著他的護照 你可以選擇在他那裡住 你不選擇在他那裡住 你可以在歐洲 每次進去住90天 免簽證 或者你可以去東南亞 其他地方住也行 但如果你真的住在阿魯阿圖 其實我自己也去過 其實都可以的 除了那些蚊比較多之外 基本生活條件是不差的 如果你真的做生意 很多中國人在開超級市場 你也可以開餐廳 你也可以做一些和旅遊業有關的事情 譬如有些朋友有潛水牌 他真的在想在那裡開潛水學校 譬如你30萬歐羅 你就可以拿到保加利亞移民 大概兩年或三年 你就拿到保加利亞護照 你知道保加利亞就是一個 就是東歐的國家 這個東歐國家也是一個 歐盟的成員國 所以你拿著一本 保加利亞等於整個歐洲去了 譬如你給10萬歐 你可以買到一個歐洲小國 叫做Mandova 很漂亮的 像童話世界一樣 不過可惜他不是歐盟的成員 譬如你投資了移民去台灣 住了一年 拿到台灣護照 你可以投資20萬美金 就可以拿到一個美國的居留權 你也可以投資25萬美金 在土耳其買房地產 大概三到六個月 你就有土耳其護照 拿著這個土耳其護照 你可以有兩個選擇 一你可以申請美國的E2 Visa 也是投資20萬美金 拿到美國的居留權 或者申請一個英國的商務簽證 這個商務簽證 特別是為土耳其人而設 它的靈活性更高 在英國住九五年也有權申請英國的居留權 究竟你申請的是什麼 居留證 永久居留權 還是護照 譬如你說某些買房子的項目 其實你只有居留權 這一輩子都拿不到永久居民身份 或者護照 那你就要注意 譬如有很多香港人近期是移居 不移民 只是拿來帶著 那你就可以考慮居留權 有些人會說 喂不是 我小朋友長期讀書 還有十幾年 那你就要考慮永久居民和護照 不是的 我打算在那邊做生意發展 那你就要小心注意 有些居留權是不可以打工的 不可以做生意的 譬如台灣 你拿到台灣的居留權 你必須要住一年才拿到台灣的護照 但在這一年裏 只可以做生意 是不可以打工的 收費又要大家要注意 因為其實很多隱藏式收費 在市場上 你必須要叫那間公司 將所有的收費 盡可能 列在你的合同裏 我試過有個朋友 參加一個國家買樓的計劃 有三十五萬歐羅的 誰知道 賣單終於要四十幾五十萬歐羅 有的 你的膽又不夠大 對語言又恐懼 又怕臭 因為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你一定要跟別人溝通 還有有些人 真的船頭怕鬼 船尾怕賊 沒有什麼冒險精神 那些又真的比較窄小 香港人現在有個很大的問題 是什麼 缺乏安全感 去到哪裡都怕被人騙 其實外國又不是真的那麼多賊 給多一點信心別人 你的生活就會開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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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